好欢迎欢迎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一对老朋友那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聊聊他的新书了我老觉得哈他越活越慢老啊越活越年轻然后越活越斜杠了哈先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这个瑜伽老师然后也是作者黄慧如慧如好云芬好费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慢老2.0的慧如对慢老2.0啊 其实现在要过去好几年了五年五年了刚好五年我就觉得需要再一个新的倡议啊那五年你觉得在这其中当中有什么最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你都没有老啊我老蛮多的啊哎呦干嘛这样讲呢我跟你讲更好笑的是我的编辑我会看到我的慢老1跟我慢老2我都有示范瑜伽然后瑜伽衣服都很贴身嘛哈哈哈哈就说问我为什么可以瘦啊哈哈哈哈其实我觉得不是瘦就是比较结实啦那时候就是印度回来的时候 当然很瘦但是之后就没有那么瘦就是在有点烫恋的状态下就拍了慢老1然后现在当然运动量跟以前比起来是结实很多 然后台湾当然全世界都变了嘛就是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疫情然后我们现在也不在讲高龄啊老龄呢都在讲百岁人生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高龄的看法我们就会越活越久 嗯但越活越久我们需要提出什么新的倡议呢嗯我就想到说我以前曾经去做那个约束体验嗯 就是去被绑起来对对对然后穿上尿布里面放了那个脚甲的大便用味噌做的嗯然后真是人生非常难忘的三个小时跟五个小时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连那个枕头滑出去我都没有办法用手把它拿回来 因为你被绑住了嘛就是想像我们老的时候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感觉并不是不变是屈辱你觉得自己像物品嗯 嗯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说长寿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嗯值得吗嗯但因此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为我们人生最后十年的生命品质奋战啊嗯你如果说你一世风光你到最后那十年嗯像我刚刚说我做的那个体验约束体验或是你卧床你整天只能看着天花板的那个白白光你怎么会觉得你人生这辈子很好呢嗯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虽然我们就会越来回越长对不对嗯但我们应该要做的 是延长健康中年我我非常同意非常认同缩短老年对所以虽然都是整体都是拉长的嘛但是拉长的应该是我们的健康中年嗯而缩短老年嗯那我书里当然有写到很多很多的方法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防病啊大家都知道啦嗯那三种最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中风等的心血管疾病嗯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第二个是失智啊帕金森等那个神经退化性疾病嗯这大家也可以同意第三个是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重 但是我我蛮重视但是我我蛮重视因为我还写过其他的书就是衰弱就是积少啊嗯骨骑疏松带来的衰弱它看起来不是一个太严重的病但是你一旦跌倒我身边真的好多好多朋友的父母都跌倒嗯然后之后就是就算没有到卧床嗯之后的行动能力真的是大大的受限嗯就是你本来走路很慢的现在就是要走拐杖嗯本来可能走拐杖的现在都要坐轮椅本来坐轮椅的 可能现在都要卧床嗯就是你的生命品质会非常非常大的受限那之后我当然就有其他的倡议啊例如说吃你就要吃了多种多样每天都要十种以上的食材然后要运动运动真的很重要我们待会会讲一个共同好朋友走在路上忽然跌一跤然后呢他肋骨就呃鼓裂对鼓裂那又不能开刀又不能怎样但是很痛很痛对我知道可是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我有运动嗯还好就说他自己那个 反应够快哦所以他所以灵敏度高对灵敏度高他就说他如果这样摔下去搞不好他什么脑袋脑震荡什么都会有的嗯所以我真的非常认同就是真的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运动你的反应力跟那个会很快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到了我们自己不管是第二人生第三人生要把运动当做你的第二天性你要告诉别人你是运动卡你很爱运动嗯嗯对嗯运动变成是你本来就很爱做的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例子我也很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以前也是那种每次体育课都不考的啊卫士然后就最最好是能在那个树下去阴凉出然后骗老师说生理期的那种我只有游泳课会骗老师说生理期你什么都骗你而且也很讨厌那个打那个那个躲壁球打扎来扎去哦很痛哎对为什么为什么不不弄一点比较文明一点的那个体育课的设计呢没有我很喜欢被扎扎就好啊 哈哈哈都可以在外面那不干你的事对我觉得对我们虽然是缩小但是就会觉得很遗憾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被建立对运动正确的观念啦嗯嗯对那我自己是你看我成年之后我自己去好好的运动然后我现在竟然也是健身产业的一员嗯所以人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我每天都跑步像今天下午有没有跑步我就在家里就跳跳绳 嗯智能跳绳哦每天跑步我倒做不到每天哦每周我还可以我跟你讲我其实不是为了跑步嗯我是为了我书里讲的是晒晨光晒太阳嗯因为我会希望我要睡得好嗯每天晒晨光哦就是有太阳的时候至少五分钟嗯所以你就算不要跑步嗯你就算把它走走路也可以想说想呈走远一点去买豆浆嗯我有时候有时候也会不想但是你假如一出门 你就会跑了然后你就是想走远一点去买豆浆就至少晒五分钟一天阴天的话就要晒十到十五分钟嗯下雨天的话就是把你室内所有的光线都打开嗯然后等不下了再出去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为了你睡得好一点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视网膜对于那个昼夜节律就是光线的那个灵敏度会比较不好嗯所以你不太会像以前这么容易就是太阳公共醒来起来 你就跟着醒然后天黑了就开始有点想睡嗯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刻意的去晒太阳嗯第二个是说你晒了太阳之后你的症上纤素皮脂醇就是会让你比较警醒嗯有干净去上班的那些荷尔蒙会比较高嗯然后你的效率你白天的效率会比较高嗯那比较高你晚上就比较多时间耍费啊追剧啊嗯shopping啊 我就是我就是这样了就是你白天要把事情都做完了你就会觉得晚上很安心去干那些事嗯哎这个慢了你大概从啊一到二点零都有跟我们不同的一个倡议跟观点了对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议题啊就大家更关心的是贾玲为什么瘦了五十公斤啊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不要说五十了瘦个五公斤啊就就已经很棒了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只有好朋友才会这样吐槽你啊他就说五公斤也太难了吧0.5你都做不到了也就是说从贾玲这个啊呃他这个案例好了他的电影好了他未来可能还有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来看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当然有运动嗯对不对我觉得他持续的运动这件事情而且是高强度的运动他后来还建了一个健身房哦哈嗯嗯 他不只是有个团队他还有个健身房因为我看那个鲁玉有约跟他的那个他是有有去有去参观他的健身房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健身房哦天哪他还有一个健身房你要想说他的整个电影的成功是要跟他瘦下来做连结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哎嗯那你也说诱因非常大吧对啊一方面诱因也非常大我们在节目前就是有在聊就是说 为什么可以瘦我们说你如果有个目标通常会比较容易瘦对比如说你要穿上那些你要去拍婚纱照的人通常都瘦得下来啊有有有有对啊我朋友会拍婚纱照通常都瘦得下来但是之后就胖回来啊啊所以就是大家会看说贾玲接下来的那个会不会回复会不会复胖啦嗯对因为我们说成功的减肥是不复胖哦是五年后都不复胖哦不过他的时间其实还蛮久的他并不是嗯就是一瞬间就 就消轰了五十公斤啊对对对对他花了听说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其实他的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么清楚呢嗯因为他的这件事情真的超级激励我所以我真的看了很多很多他激励到你啦你这么瘦不只激励我跟你讲他有激励到我激励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瘦嗯是为你自己赢一次 哎呀说得好啊你知道那个鲁玉采访他完之后并鲁玉这么瘦对不对他就说啊我那个约那个外文的私教课 我要赶快再约起来哦就是这种就是你本来就老是该为你自己做的事嗯你为什么都一直不做嗯你为什么要一直延宕嗯那例如说减肥这件事情嗯例如说我记得我们以前康健也写过那个减肥哦嗯然后一个日本的教练来然后我们就为了跟他熟一点就是啊我们也想减肥然后他就会说How serious you are哎呦哎呦哎呦那我们幼鹰不够大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讨论幼鹰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曼导2.0的作者黄慧如来聊一聊了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动机会很重要吗可是我们现在都拜托啊婚纱照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啊动力可以激励自己啊其实我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讲到学习嗯其实也一样的事情嗯你看我们这辈子哦 我们做新闻我们当然常被被驱动要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对对比如说做一个题目不了解你就得学嗯然后或是我看到我那摄影同事现在都有那空拍机的证照嗯等等大家都非得学是有的有的没有的可是万一你没有那个title你没有证照的需求嗯等等的或是说你没有瘦身你没有一个强烈的动机的时候嗯你如何去驱动你自己嗯这件事情各就我觉得都一样你的健康生活形态 你要不要中心学习嗯你要不要瘦下来或者说你我所谓的瘦不是被被那个身材焦虑的瘦哦嗯你是为了健康这件事瘦下来对对对对你如果真心的想要瘦下来你可以设定其实你只要是你体重的5%嗯你所有的生化数字哦就是你的血糖血压通通都会变好嗯所以你其实可以设一个合理的目标开始瘦下来嗯那你就要开始愿意去面对那个改变嗯但为什么不嗯这就是你要回回到你问你自己就是太放纵自己 给自己了就是给自己太多理由跟借口了就是你自己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动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啦嗯就比如说我一直一直觉得我的英语口说不够好嗯但明明现在资源这么多这么多免费的资源嗯你也没有多忙嗯你为什么做不到嗯其实我看了贾力那个事情哈哈哈哈也给我很大的激励耶你知道我现在真的是每天都练英语口说哎呦哎呦哎呦厉厉害了哦哎那我问你啊他当然持续的运动 他另外一个是那个食谱啊嗯他这个吃他说他之前也是吃牛排然后吃呃鲑鱼然后到最后吃了青菜大量的青菜然后大量的看起来都是嗯不怎么样像我这么爱吃的人我实在没有这个动力哎第一个哈嗯台湾现在已经有媒体登出来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减肥医师就是已经开始在分析嗯第一个他的那个14天的食谱应该是假的哦因为我回百度查那个14天的食谱是来自一个营养 然后那个营养师然后那个营养师并不是假的营养的营养师然后底下就有很多人回复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嗯所以然后目前出来的那个照片就是鲁豫有约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吃的那个便当他们就是边聊边吃嗯嗯然后你要想说那拍的拍的时候他已经拍完哦嗯已经是在宣传期所以其实不是当时吃的对对对但是看起来也是很素啦就是我们在街上会买的那种健康合餐的那个那个样子嗯然后回到 孕芬姐讲的那个口味的事情嗯我们就说一个成功的减肥嗯是要你五年后也都不富胖对对对所以会希望说你在减重的过程中你是造成你生活习惯的改变嗯饮食习惯的改变你的运动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你也睡饱一点等等等等你也懂得去处理你自己的压力也包括你口味的改变嗯你就会不需要吃的这么重咸但是你如果就是 就是只是未成的那个目标嗯然后那目标当然是很宏大嗯所有剧组都要等你瘦对对对对那压力有多大哎他其实还有拍一个东西你也看了也会觉得很感人怎样你说因为他最后不是走出那个那个走廊然后他不是很瘦那个肌肉很大然后马甲线很清楚这样走出来其实大概只有20秒嗯他说为了这20秒剪了一年然后他这个20秒其实是每个月都有拍一次嗯所以从七八月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觉得线条 不够好嗯然后七月拍一次八月拍一次九月拍一次嗯到最后一次终于十一二月拍的时候走出来那个线条很好看嗯但是他走没有两两三步他就哭了嗯你就知道为了那个为了那个20秒他就哭了就转过去嗯他哭到自己不能控制嗯你就知道那个你就知道那一年有多辛苦多辛苦而且在剪的过程当中你说他有停滞期有有有因为体重没有动我不是跟你说我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很好奇 所以我去看他的最后的电影的尾巴事实上有Roda那个彩蛋嗯是有每一天剪中的记录的嗯所以从我记得是一月四号开始剪嗯剪到一月底嗯然后是到小数点的嗯他其实也有那个平台期嗯有接近快两个月都没有动嗯然后他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受不下来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煎熬所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真的会忍不住哭出来哭到要命哎呀 他还让他的那个他的对手演员讲个笑话给他听否则他没办法停下来一直哭哎哟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这个要毅力呀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要给我摆意好不好你看电影的卖座然后纪录片然后他的健身功法我给你讲不然你给我摆意哈哈哈我给你讲现在大陆那边最多的说法就是这样子说你如果有一个这么因为他的前一个电影也是卖的很好所以他其实有非常多的资金可以去建立一个 说实在我蛮喜欢他的 我从他那个拍 我认识他是因为 我的名字叫李幻英吗 对对对 讲他妈妈的故事 讲他妈妈跟他的故事嘛 我就已经很喜欢他了 这一次他在推出这个片子 讲他自己的 讲他自己的 然后就说他爱自己 我真的很喜欢他 其实很多论述就说 你如果有一个 你有上亿的钱 可以先建自己的团队 然后你有一个百亿的 那个目标 你当然受得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些说法的人 都是没有减肥过的 减肥过得很痛苦 真的很辛苦 然后他也不只是瘦 他不是瘦到脱向那种瘦 他要这么筋实 他是全身肌肉 而且不只是全身肌肉 你看他做那些动物瘤 或是负重引体向上 他的那些所有的动作 都非常的灵敏 而且我甚至神经导 他的硬后座谈我有看 他的硬后座谈 他也有打拳 他的动作现在也非常的灵敏 真的就像打拳的人 我就是看到他的片段 然后我就跟我的教练说 我也要打拳 他说好 再加一段 我跟你讲 我也去不给个打拳 拳极客 受到他的激励 不说实在的 连续两分钟都快累死了 所以你就知道 打拳很累连续 我现在在状训的时候 我每次不想做的时候 都会想说 那个家庭的画面 因为你看他那个汗流成这样 其实我运动以来 我从来没有汗流到 这个领口全部都湿的 所以我们都还是保持某种优雅 就觉得够了 但是你只要想到他的画面 就觉得我们离他好远 其实我是觉得他活得好激励人心 我真的被他激励 那我问你 就书上你也有提到吃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吃 如果叫我要吃这么清淡 这么痛苦 我会告诉你我不要 你叫我运动我可以 再辛苦再累我也可以 可是你叫我不要吃这么好吃 我无法 我跟你说 例如说我跟游医师 去年我们也来上过你的节目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吃 就是有点像是随心所欲而不越局了 就是我们多数的时间 例如说是巴尔法则 我觉得游能菌已经很那个了 很自律了 他很自律啊 对啊 我也蛮自律的啊 对啊 所以你们就跟我不一样啊 那你要看我们这些不自律人怎么办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给自己多数的时间 你是可以吃的比较均衡一点 但是你总是人生总是会有委屈 伤心烦 各种的理由的时候 你当然是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啊 所以我觉得食物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会觉得食物是疗愈的 对 可是如果都要吃 吃的这么辛苦 吃的这么不好吃 那不只是为了活着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讨论 好我们跟曼老2.0的作者黄慧如来谈一谈 吃这件事情啊 对啊 我看你真的很自律 游能菌更是 我只是不好意思讲说 他真的也自律的过头了 对他很严谨哎 他 这样人受什么乐趣 因为他之前已经是那个糖尿病前期嘛 然后就又是人代谢科的权威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的病人都受得下来 他他教给病人的方法 他不可能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就照着那个方法 所以他自己也受下来 然后他现在真的是非常精实 非常的精实 所以非常的 所以他很多衣服通通都换掉 好我们回到讲那个吃的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算是自律 但我没有觉得我吃的不好哦 就是我没有吃那种非常的重口味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都是 每天吃的我自己都觉得 我这个好好吃的好好吃的好好吃 我不相信 就像我们说那个 我们刚前一段有提到那个口味这件事情 其实口味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培养跟训练的 你久而久之你会去知道说 什么样是真正的那个食物的味道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你比较正 所谓专有名词会正念饮食 就是你就是专心吃 你有时候会真心吃 你就不要看手机吃 你就会觉得 哦这怎么那么好吃 你会吃到他真正的味道的时候 你其实不需要很很重的口味 Anyway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用八二法则 你可以八成的时间都吃的比较健康均衡一点 你两成的时间你可以说 你心情不好我干嘛干嘛 你也想要想害自己都可以 你也可以在你的一个餐桌上 一个餐盘上 你也可以实施你的八二法则 就是你这个餐盘上 很多数的东西都是 所谓的比较健康的东西 比较多的蔬菜 比较多比较好的优质蛋白质 你也可以给自己两%左右 是你真正自己觉得 我想要放动自己的吃 所以其实八二法则 你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大致是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知道 我是总体而言是一个健康的 但我不是说我什么都 我就是只能吃那健康餐盒的那个东西 就是地瓜啦 生菜啦 等等等等 我不是都是吃那个 我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是吃咸酥鸡 然后觉得很累的时候 也是喝酒 什么该做的时候我都有做 但是我基本上我也会觉得 我整体的生活习惯是好的 你会控制一下吗 比方说你这个礼拜 如果说应酬比较多 之前是当然过年 或在过年之前 当然就是尾压了 你其实现在过完年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是春酒了 对 那你会去节制吗 其实我有一些节制 就有一些春酒的邀约 我可能就不去 对对 我只能这样这种方式不去 你叫我去以后不吃 这太难过了 我觉得节制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你就是知道你的接下来那一餐会怎样 所以你其他就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啦 你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少吃一点或干嘛干嘛 或是你的前一餐怎么样怎么样 或后一餐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你当天会有一个比较多的 就是你会吃到很多的蛋白质啊 就是通常那个餐就是很比较油嘛 比较多 你隔天就不可去运动啊 那刚好可以让你的肌肉长得比较多啊 等等的 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是觉得你要熟悉这些方法 加以运用之后 所以我自己没有这么的困难 我自己这样想 我自己也这样做啦 所以不知道民间疾苦啊 你不知道 没有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要养成是一个自律的习惯 你久了久了之 你就不会觉得你是在自律 像我昨天 我觉得根本就在自虐 哈哈哈哈 如果说我昨天上节目 他们就会觉得 哇你每天跑步 今天只是不可思议 在他们心目中 我就是自律的代言人 可是我就说 其实因为你跑完之后 你会觉得人生好美好 人生好正面 那其实你知道不是的 你知道你脑子 你一直要停下来 你负面的想法是多的 可能八成到九成 人生是很多负面的 但是你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跑完就觉得 人生蛮美好的 我接下来今天要干嘛干嘛 这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自己去改变你大脑的运作 我到现在去上那个 就是体能重训课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点纠结 但我去上完以后 我都觉得很开心 就还好我今天有来 对啊 因为我待会就可以吃大餐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你要保持住你运动后 那种很美好的感受 它会带你才去做下一次的运动 我也要提醒大家 运动不要运动到像贾玲这么苦 不要太苦了 要保停留在美好的感受 停留在我明天或是我下次还要再来 要保持这个感受 让你不断的运动 因为贾玲的受访他就说 这一年来很苦很累很痛但很值得 但是你听前面呢 你就会知道说 他其实是一个有很一个强大的目标 你看他每天要运动几个小时啊 很辛苦了 对我忘了 好像是几乎是那种八个小时操练的 几乎啦 所以我真的会期望 他就是不是只是为自己赢一次啊 要赢永远 就是他能因此而改变了 他自己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运动习惯 而且他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啊 因为其实我也有看过很多的运动教练 然后他们在停止运动之后 其实他那个发福的程度真的是惊人的 不过他的那个状态 我有问过我的健身教练 就是他会跟我们原本就不胖的人的减肥会不一样 因为他本来大激素 他本来的肌肉量会比我们多 所以他保持那个肌肉量 并看起来有肌肉的形状会比我们容易 像我们这种本来就不会太胖了 要长肌肉有点困难 所以你会让自己就多增加一点蛋白质的饮食 不只我现在甚至会让我的那个热量摄取会放松一点 因为我要长肌肉 好我们待会跟大家聊聊 你书上其实有提到几件事情啊 听力的问题啊 就是你要慢老 对不对 听力的问题很重要 坐在地板上很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倡议呢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黄慧如来聊聊 每个人都希望慢老了 我们今天倡议就是我觉得延长中年啊 因为这个时候 对健康的中年 其实跟我们到要去见上帝那一天来讲 我们都还算是中年啊 那我们好好过每一天的一个日子 那运动将生活啦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提醒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也是看你的书 就是听力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跟你讲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我自己听力怪怪的 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是大家都戴口罩 对对 所以你就常常在听 就跟那个电影说 蛤 蛤 对 是会员还是载句什么的 你就听不太清楚 在讲什么 我就会开始有点紧张 然后我就去回去查 就发现那种 我听力只是微小的 损伤就会跟失智有连结 它微小是微小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三公尺外有个蚊子飞过去 你听不到的 这么微小的损伤都已经有连结了 蛤 三公尺拜托我怎么听得到 对对对对对 它是指说我们通常听力受损是25分贝 可是它是用零分贝来看来算 就已经是会对失智有影响 那我们当然会很明白的感觉到说 你看那个听不清楚的人 他会更 比较不好意思出去 因为可能会听不懂 或是会怕跌倒 或是什么危险的时候听不到 那跟人际之间的互动也会减少 所以它因此会连结失智 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太意外 你知道广播做久了 其实会有那个听力受损的问题 你都开得很大声 所以要小心像我刚刚是在咖啡厅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那边打咖啡豆 其实那个声音也蛮大的 还有我们做捷运经过某些路段 因为我们以前刚刚才写过 事实上也都超过80分贝 其实那些都是伤害挺力的 那我自己的建议 虽然我今天也没带啦 但我平常 我自己在那边打果汁的时候 我都是会戴上耳塞的 祝你长命百岁 不会失智 还要戴上耳塞啊 谁会记得啊 你现在我跟你讲了 你不就记得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你不介意 但是你就发现自己 好像已经开始有点不一样 对我真的常常听不到 所以我就会想说 那我就 我能做的我就做啊 这对我来讲没有很困难啊 我就是去药妆店买一个耳塞 然后我自己打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大声 你会担心去伤害你的 你的银居会听到 那难道不会伤害到你的耳朵吗 当然也会 所以你如果能 就是你觉得很大声的事情 打果汁的声音都不行啊 这样都不行啊 你不觉得那很大声吗 很大声 对啊 另外还有就是像 韵芬仙呢 戴的是外罩型的耳机 这个也是比较好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放进耳机 那种就比较不好 不管是不是蓝牙 或者是另外有线的也一样 就是你塞进去的话 那个对于你耳内的那些 就会比较不好 外罩的比较好 你看现在大人小孩 你只要坐捷运 你就每一个人都塞个耳机啊 是啊 对啊 其实这样不是 像我至少我节目两个小时 我这样戴着 再开大一点 可是我至少不会 十个小时就这样戴着啊 是啊 其实青少年的那个听力的水上问题 其实也有人在讨论啊 对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都是视力问题 我觉得现在检测一下听力问题 还有很多的演唱会 那个声音也都很大声 对对对 因为不大声不嗨啊 对你如果这么大声 你隔几天一定要让你的耳朵休息 就是你不能再听一些很重啊 很大声的东西啊 另外就是食物啦 就是含钾的食物 它可以促进那个血液上的流动 那比如含钾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就是蔬菜 绿色蔬菜通常都蛮多的 然后还有就是吃鱼相关的 鱼有因为它有抗氧化 所以你一周可以吃两次的鱼 这些都是多少有帮助 那你在书上有倡议 就是要坐在地板上 其实坐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啦 因为大家知道久坐现在是新烟害嘛 但是坐有另外一个做法 反而大家会觉得 诶这个方式是新的 而且可能对身体好的哦 就是坐在地上 你要想说 其实他一开始是去观察日本的那些老人家 你看日本人 他们不是都跪坐正坐 在地上 然后每次要站起来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嫌那个蓝区挑战的人 他就去沃沃旅行的时候 他就观察他的民宿的那个老板娘 他就说他可能一天坐站起 坐站起要30次哦 就仿佛坐深蹲30次哦 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基小镇的检测 就是我们坐着站起来 是一个检测的方法 是要在12秒内坐5次 那你不能扶任何地方哦 就是手这样子 要站起来5次 要在12秒内坐5次才过关 那你去 就是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因为不让你去扶嘛 扶然后站起来 然后你坐着站起来 坐着站起来 12秒 各位坐坐看吧 对 那5次还可以啦 对因为我们没有记小镇嘛 老人家可能就不容易哦 更何况你坐在地上要站起来 这个要运用更多的肌群 你的臀腿 每个心都要用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训练你各多种肌肉的一个方法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坐的时候会腰酸背痛 其实我们腰这边是有一个正常的幅度 就是你贴着你的墙的时候 是有一个手可以穿过去 对有个凹缝 有个前凹的东西 那你如果好好的坐在地上 那个前凹要保持着 所以你如果往下摊坐的话 你那个前凹往下的时候就是会造成你的下背痛 那因此你如果说我想要坐在椅子上 这样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点子的话 所以我觉得给它靠着 其实我比较舒服 可能因为我腰以前受过伤 这本来就要啊 本来就要啊 对啊 你看废伍你在公司没有吧 他也有 他也有 对啊 就是你要帮助你保持你的脊椎是正的啊 这是真的倒是比较好的坐姿啊 这本来就要啊 嗯 这是很好的做法啊 所以你想想看能坐 对不对 然后能站 然后最好是能够坐着站着坐着站着坐着站着 一天来个三十次 这是让你长寿的一个关键呢 是啊 所以其实就是你 你不管是吃运动生活 你有很多方式 听起来是蛮有趣的 但是你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里 好我们慢老二点力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然后现在开始坐 坐着站着坐着站着 二十次 好我们谢谢黄慧如 谢谢 谢谢